嗨 大家好 我是鄭憲 今天要分享的是 輕格尖的完整施工過程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今天確認我們的圖面 格尖的位置在哪裡 之後就拿雷射開始放基準線 在每一條雷射線上做記號 因為這個是待會我們要彈線的一個依據 接下來就是要上下U型潮鐵的固定 通常的情況下就會建議 假設今天你貼的是拋光 或其他磚面類的地板 就不建議先去施作隔間 因為這樣子你的地磚 可能會因為隔間的位置做小塊的裁切 不能保有它的完整性 再來還有一個很大重點是 比方說像我們現在這個地板 貼的是60x60的地板 那它的磚縫其實都很小 大概2mm多 硬質就比這個縫隙還大了 這樣子很容易讓你的拋光爆開 鑽面上也不能打釘子 因為你拋光一定會爆 所以我們固定的時候會用黏的方式 那如果今天你的地板是木地板 在有條件的情況下 先做隔間一定是比較好的 因為可以減少後面施工造成的其他損傷 現在開始固定上下潮鐵 那上面的話我們會用釘的 下面的話因為我們是拋光 所以我們會用免釘膠加泡棉膠的方式下去固定 泡棉只是為了讓它在乾的這個過程中 不會因為我們的碰撞去移動到 實際上還是要靠免釘膠來固定 好基準對到之後就把它壓緊 一定要確保 免釘膠有確實的擴散 下潮鐵我們已經固定好了 接下來就是一樣要固定上潮鐵 提醒各位 輕格間的立柱 一般標準的施工是 四尺幅寬的板材中間會有兩支立柱 就像畫面現在看到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這個案場的要求跟單價都比較高 所以我們中間的立柱會是三支立柱 三支立柱的造價一定會比較高 其中包含了施工成本 還有材料的耗損 這個沒有對錯 單純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下去選擇 最後建議屋主 在工班施工前 可以先確認好 隔間內立柱的數量 以避免後續的爭議 接下來開始固定 從第一支開始的方向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支的方向 C字朝向這一邊 我們接下來的234567 全部都是要朝同一方向 只有最後一支方向相反 因為它要固定在牆壁上 除了最尾段那一支以外 其他的我都是以卡的方式先讓它暫時固定 到時候板材來的時候 板材連同骨料就可以一起做固定 那基本上上面都已經有先畫線了 還有一個重點要注意的是 裁切的位置也要統一 因為這個有孔距的問題 它沖孔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支尺寸裁下面 有一支又裁上面 那放加強橫掉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是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接下來就是要固定我們的 加強的橫柱 我們距離其實沒有算很長 如果再更長的話 其實它的翹曲會更多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去做加強橫柱 以我們這個高度 我手就可以摸到的高度了 正常情況下 是不需要這支加強橫柱的 因為你的彎曲程度並不會很大 但我們習慣還是一定會去加一支 去加強它的固定 立柱也好了 橫柱也完成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封我們的板子 第一片的板子封板特別重要 一定要確保第一片的板子 在封的時候它是有垂直的 封到最後你才不會發現說 你第一片可能沒有造垂直 讓第一片的位置刨掉 那你後面要調整是非常困難的 封板還有一個重要的注意事項是 像我個人一定會在下面加一個墊片 這個墊片的用意是 讓我們的板材 可以跟地板有一個間隙 有一個預留縫 那封完板子之後 這一片我就會拿掉了 現在放板子我們準備固定 這時候我就會開始對雷射 一定要確保第一片的雷射 是跟板子有成垂直 現在可以看到板子已經對到了 一定要切起旁邊的骨料 這時候第一支螺絲就可以固定了 我們在鎖這個螺絲 一定要確保我們的螺絲 有沉入這個板材面的平面 像現在這一支螺絲 又是比較標準的 有確實的沉入我們的板材的平面 那再到隔壁這一支 有些師傅在鎖的時候 就比較沒注意 沒有讓螺絲完全沉入 這時候尤其在P圖的時候 它在過程中 它就會撞到這支螺絲 那像標準的 就是都碰不到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碰不掉 中間我一樣會先做 我不會把全部都先鎖起來 因為跟天花板一樣 如果你全部左右邊都鎖起來之後 當你的中間是隆起的 你也沒有辦法把它壓下去 那這時候我就會做一件事情是 每一個骨料上 都彈一條墨斗的基準線 我會照著墨斗的基準線下去 去固定螺絲 那現在我三條線都彈好了 我鎖螺絲我都不用目測 我也不需要去對上下 我只要直接照著我的 墨斗線下去鎖 那現在我們這一片的螺絲全部都鎖好了 剛 剛放的墊片就已經可以先拿掉了 因為這一片墊片就可以留著 再拿到下一片繼續有 好 那這時候 下面就會離我們的地板面 有一個伸縮縫 那留這個伸縮縫的好處在於 常在說的 樓板的擠壓 就不會去影響到這塊板材 現在我們單面已經封完了 那因為 這一道牆是電視牆 所以它有 它需要的出現 那我們就到 對面去看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去把線路就定位 這時候就可以跟各位分享 常常聽到很多包含自己看到 有些屋主 可能是自己發包 大的問題是 可能因為溝通上沒有溝通好 或是其他的原因導致工程銜接不順利 這時候木工因為等不及 它就會直接把板材全部封完 或是出線沒有出到 它正確應該出的地方 等到最後水電進場來收尾的時候 才發現說 可能少一組線 或是說 這一組線出的位置不正確 那個階段 你要再來修改的時候 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有一個 小細節可以請大家注意 我們在封單面的時候 以我的習慣 我會先以 單面需要開孔的數量 來決定我要先封哪一面的板材 因為全部都是出對面 所以我就會先封對面 之後在對面開孔的時候 可以線路直接穿出去 穿完之後才會填充我們的岩棉 我們剛剛在背面已經先看過 我們上面的那些線路 開的孔的位置都是朝向這一面牆壁 所以我們這一面板材全部封完之後 就會在上面做放秧 我們所有的線都已經 根據我們的水電圖放到正確的位置 那這一面牆就算全部完成了 像現在岩棉就已經全部填充完了 岩棉除了可以增加隔音之外 還有增加隔熱的效果 接下來像對面一樣 針對第一塊板子 我們開始從第一片陸續的往回封 全部的步驟 跟隔壁我們封第一片板子的順序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要注意的點也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第一片就已經封完了 其他後面的板材一樣都是照著剛剛的步驟 依序封板整道牆就全部完成了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提醒各位也可以注意 比如說我們在製作這面牆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電視牆 那它就會有掛電視的需求的可能 我們就會主動去詢問屋主 它的電視是之後要放在它的桌子的檯面上 還是它有打算用壁掛架去固定在牆面上 那如果它有用壁掛架的需求的話 我們就要在這塊電視牆的背後 幫它做一個底板的加強 讓它以後的壁掛架可以直接鎖在它的牆面上 施作隔間有幾點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隔間的位置啊 在放樣的時候一定要先確認 確認好之後 等到真正要固定上下槽的時候 一定要再重複確認一次 因為施作隔間的變更不像是天花板這麼容易 天花板如果今天有一點誤差的話 你可以四周腳踩拆除全部再下降 就有釘孔痕跡會被蓋掉 但隔間不一樣 隔間你只要左右一變更 你的地板或是你的天花板牆壁一定會留下痕跡 所以隔間的位置確認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線路的出線的位置 一定要雙面封板之前 先確認說 哪一條線要出在哪一孔 等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再進行雙面封板 所以這兩點很重要一定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跟各位分享一個小知識 假設你今天施作的隔間 你有防火時效的需求的話 今天我們採用的方式是 兩面都是9mm的吸酸蓋板 再加上我們中間的骨料 裡面再填充60K的顏面 這樣子就有達到標準的一小時防火時效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你可以參考這個方式 假設你不想用 吸酸蓋板 你想用石膏板的話 骨料一樣 你只需要把板材的厚度從9mm 改成雙面15mm就可以了 那今天這個就是我們分享的 其中一個材質的隔間介紹 如果之後我們還有木作的隔間施工 也會把這個過程拍給大家去做參考 以上就是對於清格間的完整的施工分享 我們是安心整合 我們下次見 掰掰